今天的平均非常多 滴船的生産規矩也不一樣 最近已經建立滴船的生産期 農民路上開始來採取和主持 因為滴船的氣候,環境條件很好 生産的滴船品質比其他地方更好 要吃滴船的名字可以親王滴船來選賣 第三點的滴船品質比其他地方更多 滴船的生産規矩也不一樣 每一行都受到民眾的嘉義 現在是滴船的生産期 農民已經開始在採取 第三點的滴船品質比其他地方更多 現在正是滴船的盛產季節 我們知道竹山很重要的三種筍 第一個是什麼?貴族、麻族跟孟中筍 這三個 那現在就是麻族筍的一個盛產季節 很棒 我們滴船起始 這一段大概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嚴格講起來差不多三個禮拜 是盛產期最大的一個情況 這個加工的情況的話 我們剛剛有看到很多種加工 都是在這邊做一個初步的一個加工 用粗原來做一個簡單的醃製 讓竹筍的比較固執的東西可以得出來 那最後的話我們看到它一個筍的尾巴 筍尾 筍尾 不然就是一號 要到三個月後準備來做筍尾 用來 到時候要再打五天 把它乾燥化才能夠做一個保存 這段的成績是麻底筍 麻底筍是農林六月至九月底 這個三個月的時間再來就是 哇 冬筍 孟中筑 孟中筑 過來過來到它生產到春筍 春筍完 就是貴族 貴族快完了就是麻族 現在我們十三村最幸福了 修林你的里長有說到 雖然今年的介紹比利用更好 但是三種感受很多 可是品質一樣很好 我們把農民買的時候 農民在外面已經 粗殼跟瓜的部門都替掉 替掉我們剛才整理孫子 看這把孫子是要做什麼 大部門在這裡做都是 從切孫開始 開始流程開始用 孫外的部門 這樣下去到工廠 這裡還有 加工廠 還要看撲什麼東西 在這個流程下去 我們切孫的流程就是 它要切 就在這個地方 要求它開始做 那麵孫是都殺了 放到發酵之後 吃孫子真的用 剛才你們也有合到 這孫子入了 農民入了 是都幾樓幾樓 我們很冷房 很快就算 市長的担当幕 就要讓大家知道 孫館的由來 實際來到製造孫館的工廠 比想在這裡的孫師 孫館 孫和丁頂的味道 是如何製造 政工廠為了 讓竹山鎮的一個孫子 能夠發揚光大 所以在11月份的時候 就是要來辦這樣的 先筍餐 這先筍餐裡面 可能也包括我們 當時的跨的 冬筍的季節 或者是現在 麻竹筍的季節 所以今天先來 先溯遠一下 不要到時候 筍竿工作端出來的時候 這個麻竹筍不是這個季節 那就是現在開始 慢慢累積到那時候 才做成最今年最新鮮的 一個筍竿工作 給大家來評評 也在孫是一項很綿密的食材 也還有豐富的纖維質 對人們提供好 第三頂公室 為了要將有一個孫子 推廣讓更多人知道 11月份來基盤 先順餐的活動 希望到時候 大家可以做回來參加 一斤兩瓶 一斤兩瓶 一瓶 一瓶 去吃國歌丁餐 報道